第十名到第五名 又到我們每一週KKBOX 新歌周報榜 然後我們第十名到第五名看一下 你的第一名是我 那你也不怕 一隻五名 你也不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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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很想念 我會說 你也不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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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浪漫 好的這一週呢 那JBJ很厲害 特別推薦一下第八名 其實就是Produce 101男團 的裡面其實後來他們 因為大家都還很 都也很喜歡 所以就是 藉由大家什麼 藉由大家推薦 所以努力的生存這個團體很棒 那接下來我其實想要特別推薦一下 那個第十名的臉紅的思春齊 他們是兩個女生 然後我其實平常都有在聽他們的歌 就有點寫有關戀愛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你也可以看一下 因為兩個女生很可愛 也是可愛的 你會喜歡 那接下來還有第六名的 對 Red Velvet你也可以看一下 Red Velvet比較漂亮 他們這是 什麼 他說什麼 他說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沒有 我覺得大家都很漂亮 你要這樣說 對 有可能有一天你回韓國 遇到他們的時候 你知道 對 對 好的 然後Red Velvet呢 其實也第二張正規的改版專輯之後 這首歌叫Bad Boy 然後也真的很好聽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的舞蹈版 跟MV其實真的都非常好聽 那我們再看一下第五名到第一名吧 這個歌叫Bad Boy 不太好啦 MV 我們在那裡的舞蹈版 是 好的 這週的第五名呢 就是鍾炫他的歌曲一推出之後呢 其實就有點就寄了那個寶娥 還有G-Dragon 太陽之後 第四位登上該榜單的男涵Solo歌手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鎖定一下 那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 第二名的MOMO LAND 他們這首歌真的聽完會覺得心情很好 很輕快 他們的那個跳舞很可愛 跳舞也很可愛 那歐巴 你剛從第十名看到第一名 有沒有 最近有沒有比較常聽到哪一首歌 其實是第十名到第六名不太熟 第五名到第一名 其中那個 誰的歌你會唱 MOMO LAND MOMO LAND還有SUNMY 你也喜歡這兩首歌嗎 對 那你會跳嗎 剛剛那個 因為你剛剛有一點小動作這樣 好像會喔對不對 他剛剛有 你不是Heroin一個人這樣 這樣做嗎 你不要講韓文啦 聽不懂你講中文 他剛剛給我一眼唱韓文耶 耶耶耶 Heroin的跳舞比較簡單 我剛剛講中文 你剛剛講中文 對啊 那你慢慢的再稍微的說一下這樣 Heroin的跳舞比較有 怎麼講 力氣 喔 Power 有比較Power的感覺 對 那請大家呢 看完這週之後 也要持續的鎖定我們下週的 KKBOX 韓語周報榜